这天天当亮卧龙凤厨就玩起了宝宝游戏 完全不顾及还在睡美容觉的章鱼哥 章鱼哥感觉很心累 不知道他们两个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没想到长大这个话题引起了小海绵的兴趣 他想让章鱼哥下来教他们如何长大 可是转头一看 派大星已经呼呼大睡起来了 无奈之下他使出绝招掐醒了派大星 结果发现派大星长出了大胡子 不得不说 有了胡子的派大星看起来很有大人风范 就连章鱼哥都夸赞他迈出了长大成人的第一步 看看有没有相同的有缘人 于是为了知道大人都会做什么 派大星请求章鱼哥教教自己 虽然知道自己一定会后 但为了能让自己生活在安静的大人小区 所以章鱼哥还是接受了这份请求 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 小海绵就迫不及待的有话要说了 因为他想跟着一起观摩观摩 看断章鱼哥是如何指导派大星的 章鱼哥本来很生气的就要拒绝 可是小海绵却说出了充分的理由 也许在观摩中可以感化自己 让自己也进化成为安静的大人 就这样章鱼哥开始了他的教育课程 首先第一步就是从改编外表做起 派大星必须穿上大人的衣服 来衬托他优雅的胡子 从而让他看起来更高贵 派大星在章鱼哥的尊尊教导之下 也沉着了许多 可是小海绵却还是像个智障儿童欢乐多 在章鱼哥的精心设计之下 派大星的脑门上多了个得体的蝴蝶结 随后二人又一起来到了高档的大人餐厅 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高贵 而小海绵却被服务员当成了没长大的小屁孩 吃完饭以后他们又来到了雕像堡 章鱼哥兴致勃勃地发表着自己的艺术见解 完全没发现小海绵已经拍到了雕像上面 接着他又弄坏了昂贵的世界名画 必是到自己闯祸以后他连忙补救 可惜已经晚了 于是他直接拿下名画藏了起来 然后又自己画了一幅贴了上去 派大星想都没想就叫人把他打了出去 准确地说应该是狠狠地踢了出去 章鱼哥对派大星的表现也很满意 尤其是他的大胡子 让他看起来睿智多了 而小海绵听到以后 却下定决心要剃掉派大星的胡子 恢复他们的珍贵友情 于是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上来 可是还没等他下手章鱼哥就拦住了他 他对小海绵很失望 虽然观摩了一天却没有一点长进 说完他就带着派大星走了 留下小海绵独自伤心的哭泣 很快章鱼哥就带着派大星来到了笔记宝歌剧院 这里就是艺术的最高殿堂 全场一片安静 只等着节目的开始 可是没想到 在灯光下上场的竟然是小海绵 章鱼哥从看见他的那一刻开始就知道是个悲剧 他面无表情的听着他歌唱 觉得真是难听至极 反观派大星却激动的泪流满面 大把大把的眼泪掉在了胡子上 结果胡子说话 原来那是一只海胆 被吵醒了的他一怒之下离开了 派大星连忙追了上去 结果被小海绵拦了下来 于是接下来就上演了一场感人肺腑的相认 台下观众也纷纷拍手叫好 除了章鱼哥 他觉得这里的一切都让人恶心 于是迎接他的就是臭鸡蛋攻击